你們兩個要靜一點 今天在自駕的粉絲裡面開示播分享 那這部車是Infinity的FX3 這個四代是S51 算是二代的FX系列 那這個系列的話 到後期的話 還有FR37 就是377 自然進氣的動力 那這台是FX3 這台的動力的話 如果每機座也大概三塊獨頭 馬力也非常的炸 台灣的話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國外的話我記得好像也有過去了 然後後期的話 應該就改成QX系列了 底盤還有以及動力的話 都是一樣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原廠的避震器 因為這台的懸吊系統 前面是雙A懸吊的 這個是前面雙A懸吊的系統 那它的 如果是二轉的話 下方的話這個機構不一樣 但台灣並沒有了 因為我們的影片的話 都是講中文 所以都還是以台灣的那個車友居多 它像台灣的話只有四轉 所以它下方是類似一個 HONDA K8的一個系列它是開剎的 所以它的前面避震器其實是比較短一點點 KT的話有附上座 前面的彈簧攻擊數 我們配置的是14公斤 那後方的話它的懸吊系統 算是一個多連感懸吊系統 我們配置的是16公斤 前面的話KT有附上座 後面的上座的話其實它要製作也不困難 可是這一台車它前面後面的上座跟避震器呢 其實是有一點點斜度的 所以沿用它原廠上座異音率的話 就幾乎是零 所以後方的話KT的設計 我們並沒有做上座 直接沿用原廠上座 就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那其實以這樣的大型的修理車來說 它的後面的行程 以這一台車來說 它的作動的行程其實算少 因為它的擺地位置呢 是比較偏向支點內側的 所以它的懸吊系統的作動行程 算是比較少一點點 那這個是後方 這個機構很特別 可是如果線上的朋友 或者是影片當中是計時的話 就可以看到這個零件其實很多車 Nissan的車都是又共用這個零件 從T&R的J31開始 還有J32 或者是350G、370G、G35、G37 全部都可以看到這個零件 這是後方彈簧 上部的橡皮 那當改裝了KT之後 這個上橡皮是需要移除的 我們有負一個橡皮墊 跟彈簧調整機構 就是一般我們簡稱的Hiloki 它的調整機構是放在上方 所以這個機構是需要拿掉的 這個機構要拿掉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安裝的方式 後方的話 在剛剛的大橡皮拿掉之後 在內部其實會有三個爪子的鉤子 那這三個爪子的鉤子 需要把它往中間折 J31體驗它的改法都一樣 往中間折之後 這裡我們有附一個橡皮 橡皮的話現在這個角度因為看不到了 橡皮它是藏在裡面的 橡皮之後再有一個下方才是一個調整機構 那再來才是我們的彈簧 今天的側缸要略降一點 應該也不算很高 但是也沒有特別低 大概是兩指左右吧 降到兩指 然後這一個桶身 就是我們提到了 它的桶身是坐在這個位置 所以它的斜度比較斜一點點 那它的上座是在這裡 所以上座的話 所以以這一台車來說 大概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一台的車廂也有一代的 一代的S50 一代的FX35也是一樣 都是需要沿用原廠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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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車高的取決 是在這裡 我們如果把這個調整機構 把它調廠的話 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我們把這個機構 相對的把它整體的長度縮短 它的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它最高的話 這台車大概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 因為這個原廠是21吋的鋁圈 所以最低的話 大概一支多 可是如果有改裝鋁圈的話 有可能它的EPS比較小 輪胎比較外闊的話 就有可能 因為這個是塑膠的S板 修理車都這樣設計 塑膠的S板 就有可能會去磨到 所以要特別注意一下這個地方 這樣咧 好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降低的話 如果有要改裝鋁圈的話 要特別注意 車高的部分的話 這個地方 有可能會有干涉的一個狀況 阻尼的調整 這台車就比較麻煩一些 因為它的上座設計在這個地方 所以後方的阻尼調整 就需要 你內部 或者是需要把桶身裁卸下來 好 這個是 後方的一個部分 後方 當車高調整完畢之後 這一個的 指輪撞鋁板 就要記得要把它 調整 這個是12公斤的搭桶 它的電氣很粗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它在水光當中 所以背景深會 前面的話 這裡 這一台是 因為台灣就只有四輪驅動版本 所以這個的 傳動軸 傳動軸在這裡 傳動軸在這裡 它是一個四輪驅動的一個版本 所以它的避震器其實也有一定的斜度 那 前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台灣公斤數是14公斤 所以它的 譬如說 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因為它是固定在下座 腳管的上方 所以這些固定架的話 KT也都有做一個專用的規格 但這個固定架的話 在很多的車款上呢 都是可以看到這樣的機構 包含 350Z 還有G35 G37 還有一個特別的車子 東銀戰神 GTR的 R35的話 也都有這樣的設計 都是一模一樣的設計 所以這個是一個油管固定架 KT也都為這些的細節 來做出一個專用的規格 這個是固定架的部分 至於 上座的話 上座的話 在這個地方 它是有一個斜度 所以它的底盤回饋的話 會比較直接 所以這台的操控性 其實會比前一代 一代的Infinity FX35 前面是用麥化身的懸吊系統 所以這一個世代的操控 會比前一個世代還要來得好 那至於用料的部分 KT我們所使用的用料 這個就好像在放入雲袋一樣 我們所使用的用料是使用日本 NOK的油風 然後 阻尼友的話是使用意大利IP的阻尼友 那 前面的阻尼調整就比較簡單一點 前面的阻尼調整 它是在引擎室打開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機的上座 這個是VQ VQ35的 算是Nissan Infinity系統的名機 這個是也是NA的一個很成熟的一個引擎 這個是KT的上座 上座在這個地方 上座中心點有一個KT的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軟硬的 往順時針方向的話 這樣會折到鏡頭 往順時針的話 像這樣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 這樣就是變軟 那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調整的秘訣第一個步驟 一定是先把胎壓 打到原廠建議的胎壓值 那再來就是調整阻尼 阻尼的話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做一樣的數值 那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沒關係 OK 以上是今天的Infinity X35 代號是S51的安裝分享 那如果有相同車款的車友在觀看的話 那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或者是有需要試乘也好 有任何問題也好 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謝謝大家 掰掰